台南開屏 大家好 我是錢燕營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南開屏的天后洞 來 我們現在的朋友是朋友幫我們拍拍手 幫自己鼓勵一下 今天真的很冷 特別是在安平這邊 靠近海邊 但是呢 交不及我們的熱情 因為我們持續希望跟現場台南的朋友 來對話 今天同樣邀請了非常多嘉賓 首先要跟我們介紹的這一位 是我們林國慶 國慶哥 大家好 這要來介紹的是我們的李勝峰老師 大家好 謝謝 以及呢是我們的許國泰委員 大家好 這要來看到的是我們的姚振郁 大家好 我是姚振郁 一開始要先帶大家來看到的是什麼 咦 長 你們有看證件啦 證件發表會有嗎 咦 長呢 他直接跟我們說 他這個房子要關出來 不說我們現在告訴你 真的會完全地畫下句點 為甚麼會這樣問 其實重點來了 重點就在於 他之前一直跟我們說 說什麼 說他們這個 公寮啦 他們這個對父親的懷念 他們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情懷 但是對我們來說是什麼 我們看到的空拍圖 跟這個不一樣 現在又傳出來了 說 欸 好像我們國安局 有去旁邊 因為人太多了 需要一個宿舍 傳出說國安局呢 好像跟他的哥哥來租房子 沒有沒有 我請在這邊 他有說 他說不是哥哥啦 是堂地啦 本來是要照他 但是國安局說不行 之後呢 就是用試駕 在這裡做給他們 但是這個地方 為甚麼熱情的這麼重 欸 黃陽明的爆料 他說什麼 他說喔 其實 之前他真的 邀請他的親朋好友來這邊 欸 邀請呢 在政治上面 往來的朋友來這邊 為什麼 他說喔 還會叫外匯喔 就是 怕去逢聽去 為什麼不在那邊宴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甚至還傳出說 是不是真的 海裡面裝潢的時候 也跟賴品瑜有關係 這一些 其實講到這邊 大家只想會知道 一件事 就是這裡面 有獲得我們的錢 這裡面我們的錢 用了 真的都是公平公正公開 符合正義 因為現在呢 他們開始在說了 礦工有夠辛苦的 礦工在台灣經濟上面的付出 是有多少 一直跟我們說啦 說他是違建 是莫大的污衊 你現在google給他搜尋礦工 你會看到非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但是這樣 真的 就能夠抹滅他其實 本來應該就是一個寄存違建的事實嗎 這個是我們要問的 昨天講說捐出來之後 我剛才看 誒 柯文做音樂也說 他那也要捐出來 不過不對 現在這行大事是怎樣 是說 有學法 這樣有學禮 說了之後 隨便看民調 整個民調做出來之後 沒有發言 賴清德確實他要往上走喔 可是問題是 這一招 能夠讓他 指挽 指疊 回生嗎 我們要請教李勝峰老師 怎麼樣來看 選舉的時候 大家說 那個就是一個 選舉的對壘 一個招式 一個誰 現在呢 他一說捐出來之後 民進黨覺得說 這招 很好 真擔憂 主持人 是 各位我們在座親愛 有樂鄉親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首先不要忘記這裡 我們台灣人 沒有對不去民進黨 對嗎 對 我們台南人 也沒有對不去民進黨 給他30年的機會 問題 他給我們什麼東西 他沒有對著去我們 各位想看看 在這裡寒冷的湯天 在寒流來的時候 我們大家坐在這裡 是在你五望什麼 五望 當天可以過 春天可以來 為什麼 他們之前 這麼多年 讓我們認識 非常艱苦 為什麼 我們就住這裡 來 撞到這個寒流 因為 我們期待春天 他 讓我們當天 我們要在冰獲町 換春天 好不好 好 好 受選來說 他們的警察 說到會警察 真的是黑萬萬 我們每個人在笑 說到他們的警察 一槍黑人 我們會問頭更重 沒有你想看看 你知道 年輕人怎麼跟人說 做拐空的 拐空的 驚禮怎麼說 說 哎呀 白白是拐空的 驚禮 但命運差那麼多 我家就拐空了 人家家就停在環收 不但環收 一間比三間 不但一間比三間 旁邊還可以整理一個 水彈彈的公園 要為什麼他們家的 我們家沒有 為什麼 他們家的危險 不用聽 我們的危險 逼爸爸 沒聽就不行 為什麼 他們家的危險 可以那一間 我們家只要 哪一間 人家就順便來聽 為什麼 很簡單 你是普通的八線 人家是孤孤財商的船尾 所以 民主 在民進黨的心目中 已經改變了 跟韓國台的時代 以前說的民主進步 民主不一樣了 那時候 民進黨在對救民主 對救人民來做主 現在他對救的民主 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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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主 鄉親啊 我們要將我們民主的苗文 又拿著回來 來做主持人 將這個政黨 每扁得住 好不好 第二 他說 把這個東西 要公益信託 公益信託 有你嗎 對 你想 我們去淘汰一個東西 我們可以淘汰 以後就說 我來公益信託 可以嗎 可以 不發的東西 我們可以信託 他們家會這樣 還是民進黨的法律 我在香港沒有這個東西 要信託的東西 一定要穿上去 穿上去去 那些東西 如果我們交給人 我們就要信託一下 我們交給你的東西是什麼 是違法的東西 是違法的東西 對不對 要信託 那個叫公開騙我們大家 公開像台灣 所有投法律的人 都在你補助 但是我比較悲傷的 就是姊姊支持民進黨的地心穩住 有同學發覺的人 今天大家都帶的英國 鄉親 他們帶的英國 是他們的事情 我們人民 要大聲 發出我們的喊話 平和道 好嗎 平和道 好嗎 謝謝 謝謝 李勝鋒老師 也是台南人 所以他對民進黨的事情 非常非常了解 所以這位對民進黨 也是很了解 歡迎國慶兄 國慶兄 選舉我們說要有報 不過他這報真的有用 現在傳出說 國安局是跟他們親家 救處 不是救處 是祖處 會這樣對嗎 其實 我在上禮拜 像節目我就有說過了 賴副總統 應該是等人 把他拆掉了後 來靠給大家聽 這樣比較有正動性 還沒聽就在靠了 這樣沒有正動性 這樣漢萬 妙算 結果可能有聽到我講的 這兩天 決定說要關出來 四大人 在教小孩 找小孩 跟他講 好啊 生氣好啊 突然不講話 還沒講 他就在靠了 這樣什麼人不對 是小孩不對嘛 還沒講 跟你講而已 你就靠到媽媽 手臂頭要倒了 是小孩不對嘛 但是 一旦你把他講了之後 他靠就正當性了 我爸爸跟我講了很大聲 講了很痛 講到黑青 講到鬼靈 這樣倒了手臂頭要聽 大家會當情什麼人 當情小孩 當情小孩嘛 所以這點 可能有聽到 我在豪洋在講 終於 要關出來 我請教在座國為 剛才老師說得很好 因為我的東西 可以關出來公共所有嗎 那這樣 小英總統 超載的那些香菸 是不是可以拿出來 肯定不會 會不會 還是要消費 消費 消費 消費嘛 其實 如果還頂賣的 政家國庫也不錯 有時候政府在想的事情 跟我們爹生 想的不一樣 有些東西 法醫 插風的 就能拿出來頂賣 來再加一些收益 有些東西 是真的不能 還要爹生 這樣是鼓勵違法 今天跟早上說 蘇勤的家 可以請人 京風去補 特勤去補 特勤 你們的薪水 什麼人會 所以 大家在說 特勤補 是我們 台灣英明做的 在補 因為你們的薪水 是我們 大家說對不對 他自己去揭破了 我裡面建議 賴副總統 如果他說他會動算 不能信徒 Agora出去 耐草、大空出一集 你如果記得以前家出店的總統嗎 他們的老廚 大家要去看 走cong 대통령 你身體的 テーマD feeding 抓到 這不就等 如果有機會掉 變了風景區 帶動經區 他故鄉的發展 把他關上去 要怎樣 整期了 真的他沒有要算 他如果痛就痛 一四個 每天都來靠 靠風聽 說我們一個老婆留下來 為他的財產 懷念十多人的地方 我們小孩住在那裡艱苦的地方 這樣為了選舉 願意把我們拆掉 這樣來靠 是不是大家的同情意 現在關上去 沒效了 所以說 我在這裡建議 我現在還建議 反正他還對著 要拆進前 還是要信徒進前 開放給大家 要看有中央還是沒有中央 裡面設備好嗎 電視機是多大大的 現場的 現場的桌子是不是請求 交代所可以 這樣對不對 大家有興趣去參觀嗎 有 叫他萬車 萬車 還去鼓 要讓大家開放去參觀 如果裡面就真的 那個切的桌子很爛 很爛 船得頭腳 地板 已經砍砍砍砍我 這樣對它是加分呢 是不是加分 那就是保留嘛 但是如果裡面陳情 他們在說的 像把交代所 還說 Lambiem plane的參觀 叫外交去煮給我們吃 爲哎 啊就不是太一樣了耶 那祢想記得啦 最早的講 是不是說最穿很下 說青青的 現在 跟紀元青青的 你是怎麼把我們統一信通 所以一個謊言要用三個五個 甚至一百個謊言來圓謊 當中台灣人都這麼傻 台灣人有那個傻嗎 沒有 你們在說的 我覺得你們都有夠傻的 真的有夠傻的 真的有夠傻的 傻到不會賠錢 傻到給人賠錢 這幾年你過了好嗎 這幾年你過了有快樂嗎 沒有快樂不好要怎樣 我跟我老師 我兩個以前 他們在加雞頭身 我都在後面摸水 那時候我還沒20歲 我一個作兵提供 我就隨加去民進黨 那時候的民進黨 是真的有理念有信用 國會全民改選 開土改革 開放党金 開放保金 每天開放 這是我們過去用生命去走出來的 結果咧 現在咧 什麼人在操控每天 什麼人在擁有自由 只有一個黨在擁有自由 所以拜託大家 大家不要再說下去了 好不好 不要再說好不好 好 這潘孟安也是你的前同事 可能他沒什麼贊成 因為怎麼說 因為當旁邊 我們在家說 你那個空拍圖 這樣一間這麼大間 兩百多白 他說沒有啦 你們不要過度擴充 你們說我受罷了 哪有啦 熱情到他們都一條我兒子而已 那跟你們說的都不太一樣 但是 要請教一下我們國台老師了 原因就是因為 大家就是看到那個空拍圖 大家心裡面 才會覺得說 欸 這個真的是你所說的公僚嗎 這跟你說的那個散佳 平民之子的公僚 真的一樣一件事 現在 欸 因為 媒體在補 每天大家在問 所以咧 國安局說 他如果真的關出去 國安局特情又不用去那裡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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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台南譽鄉親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我也是歃式的 跟では也都一樣 我確實她問他們 她那個房子 那個盤門安哥哥的 apa esta 盤門安哥 綠色哥哥的 現在會不會聽的 哪一句是真正的 你敢說 是都騙人的 對不對 尤其講到賴清的那個房子 我實在不想講 這只是一個選總統人的品格的問題 對不對 你被人家選舉違憲 違憲就拿來交給政府就好了 要拆就拆嘛 對不對 如果說不用拆可以回覆 你就去繳稅就好嘛 對不對 就剛剛那個林國慶講的 蔡英文出國的香菸多買一萬多條 你回來被假發掘啦 你繳關稅就好嘛 對不對 罰錢繳關稅不就解決了嘛 對不對 你連那個總統府連關稅都不願意交 還說那是超買 各位鄉親 總統府就可以用騙的 還誰不能騙你告訴我 我剛剛真的我感覺到很難過 我來到這邊我剛剛很難過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我坐車子來的時候 看到安平港 奇怪 安平這個地方 為什麼跟我三十幾年前當委員來的時候 一點進步都沒有 各位鄉親 為什麼民進黨執政三十多年 安平這個地區沒有進步 台南沒有進步 為什麼 各位鄉親啊 民進黨執政 綠色執政不是品質保證嗎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各位鄉親 我告訴各位喔 我六月份去上海 我也三十多年前沒有去過上海 但是我這次再去上海 感覺到大陸的進步 政府 對他百姓的照顧 跟以前完全不同 如果大陸繼續進步 我們台灣一點都沒有進步 你說三十年以後 我們怎麼跟大陸比 你跟我說怎麼比 各位鄉親 沒有辦法比你知道嗎 好 謝謝 謝謝 他說我時間到了是嗎 謝謝 沒有 來 我們等一下 我們要請這個徐老師 繼續來幫我們講一下 好 為什麼 因為其實 徐老師說三十年前來這邊 跟三十年後來這邊 他心裡中有非常多的感慨 在台南這裡 在新的台南民進黨長期執政 之前網路上面有人跟他笑 笑說什麼 笑台南好像一大時過會賣掉 為什麼 因為一直都是民進黨在這陣 不過這幾年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來 請教鄭裕姐 主要就是說什麼 主要就是看到二十年 這次的事情 讓大家發言 這不是以前台南市的市長嗎 這不是我們以前的行政議長嗎 這不是以前在做立委的嗎 那當時 他好像對他的老家旁邊的親情 旁邊的辛苦人 沒什麼感覺 現在突然間他曠工之子 他要出來替大家講話 網路上面大家開始說 你知道我以前有辛苦嗎 辛苦嗎 這樣子的一個類比 陳志曉 你知道嗎 南鐵東儀的這一位自救會的會長 他說 你們老爸就是老爸 我們老爸老母呢 說不是嗎 是 大家好 我是姚正義 大家應該有實在這段時間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大家對他六千塊都有了解對不對 對 他在我們這裡 兩年沒有做什麼去做行政的議長 剛才主持人講的鐵路東儀鐵路地下化工程的過程當中 因為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就有感慨 因為我在中華報社做記者 那時候鐵路地下化拆遷的時候我也有找到 那時候我看到陳志曉 剛才主持人講的陳志曉教授 他媽媽 他媽媽很老了 對於他的家 合法的家 要配合政府的政策來拆遷 他們真的不敢 對於金閣拆遷的這個工程 他也有質疑 不過市政府跟高鐵局 高工局 交通局 交通部 他們就覺得說 這鐵路地下化一定要做 那我們的賴前市長也覺得一定要做 所以拆除勢在必行 雖然當時有很多新台的核心 還有蔡監護拼命的抗爭 也是不好 所以賴清德他的違建發生了 我就有一個很深的感慨 我們賴清德前市長 他要選總統 他的委員要讓人站起來 他覺得真的不敢 不過他當時 鐵路地下化的蔡監護 他們合法的家 老家 合法的建務 要讓他們站起來 他的心疼 有自己的心疼 他敢有想到 當初市政府 聽他合法的家 他們會不會不敢嗎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賴清市長要選總統的人 為什麼 他沒辦法有同理心 我覺得這件事 我覺得最大的感慨就是 我們如果要做一個總統 是不是應該有誠信 是不是應該有同理心 最近我發現 真正的 大問題就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民進黨對他們自己的問題 視而不見 把責任都推給國民黨 來台南的時候 都常常說 台南是民主的勝地 可是他沒想到 過去他在台南 沒有去議會 傷害了台南的民主 讓台南剩下民主 剩下的 民主勝地 台南現在有說民主勝地 來 朋友你是這樣感覺嗎 我們謝謝 謝謝鄭月姐姐 謝謝 謝謝